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封建迷信的 一个人的福像光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要从内心去看 福像不是用钱买来的 就像马云和曹德旺两位企业家 他们的面相完全扯不上有福气 但是并没有耽误人家功成名教 学会用辩证的思维看待人生 就一定能够发现人生的福气 发现生活的美好 下游新生面游挤躁 真正有福像的人都有以下几个特征 快看看你有吗 生活中无论是谁 都喜欢跟厚道的人打交道 都喜欢厚道之人 没有人会与刻薄的人成为之交 厚道是豁达大度的处事之道 是为人处事的基础和前提 是宽以待人的人生态度 古代有德之人 都把厚道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 更是以厚道作为核心的处事哲学 老子说 大丈夫处其后不居其薄 处其时不居其滑 自古以来就有 中厚传家酒 世书济世常的传统美德 孟子也说 养不愧于天 府不坐于地 意思就是 为人处事不能愧对天地 愧对自己的良心 做人厚道 将心比心才能收获尊重 收获友谊 做人厚道不但是体贴别人 也是体贴自己 字牙必报 只能两败俱伤 厚道待人反而容易收获共赢 春秋时的报牙书 是交友厚道的典范 少时 他曾与馆众同事一起做买卖 每次馆众拿的钱都比他多 旁人为报牙书鸣不平 纷纷提醒他注意 可他却说你们不明白 馆众的家境不好 他有老母亲要奉养 多拿一些是应该的 报牙书的厚道 让大家心不口服 而馆众也没有辜负他 两人之间的交情 因此而更加真切 最终留下了 管报之交的美谈 曾国藩曾说过 青财足以拒人 量宽足以得人 说的就是厚道 曾国藩年少时 也曾经轻狂刻薄 也因此而受害 后来 健行厚道做人 不但功成名就 还成为后世人 做人的典范 心存厚道 才能够心存仁爱之心 与身边的人和睦相处 心存厚道 才能知足常乐 心存厚道 才能微笑着面对人生 才能以一种更加自然的姿态 去面对生命中的痛苦与幸福 才能以一颗豁达大度的心 去接受生命的考验 厚道的人心平气和 从来不会急功近利 总是脚踏实地 厚道的人做事最踏实 从不计较付出 厚道的人最能吃苦 能在逆境中成长 厚道的人最耐得住 困苦平凡 也就最接近成功 厚道的人 能够知足常乐 不被无法满足的欲望 所折磨 厚道的人 懂得感恩 知恩图报 一个人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不会坑人 害人 不会落井下石 这样的人 值得交往 为人厚道 作为朋友可交 作为同事可信 作为亲人可敬 厚道不论作为人品 还是作为德行 都是最能打动人的 厚道的人 不会欺骗 不会使坏 让人信赖 与厚道人打交道 就像沐浴春风 就像在 洒满月光的湖面上泛舟 让人宁静 而温馨 厚道的人 也许经常吃亏 但他们领悟了 人生的真谛 懂得吃亏是福的道理 厚道不是懦弱 而是一种 非凡的处世智慧 在生活中 厚道的人 看似很傻 其实是真聪明 看似糊涂 其实最清醒 看似最没前途 其实往往前途无量 人缘最好的人 最容易引来好运气的人 最能得到贵人扶持的人 最终取得成功的人 往往都是厚道的人 缺乏厚道 才会有农夫与蛇的故事 缺乏厚道 才会有鸿门宴 才会造成 项羽 除汉争霸的失败 缺乏厚道 才会有 莫须有的罪名 才会留下 勤快的千古骂名 厚道 既是以心换心 以行换行 也是以德报怨 以善报恶 无论是谁 一个厚道的人 自身就带了三分福气 必有厚福 八 谦卑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地势越低的地方 越容易成为洼地 可以汇聚来自 四面八方的水源 在古人的智慧里 一山傍水而居 才是明智之举 才能够让家庭顺风顺水 事实上 做人也要像水一样 要学会往低处走 放低自己的姿态 让别人的智慧流进来 让别人在你面前 有说话的机会 当你处于居高临下的时候 往往显得咄咄逼人 别人就会躲着你 就是看到了你的不足 也不会说出来 还有那些愿意帮助你的人 看到你趾高气昂的样子 就懒得帮助你 比方说 一个人天天在朋友圈里 炫耀自己发大财了 结果别人反而会认为 他是心穷的人 一个有福气的人 姿态很低 哪怕自己达到了 学副舞车的境界 也会须心听 别人的劝告 能够把万事万物 都当成自己的老师 因为很多知识 书本里是学不到的 只有那些社会阅历丰富的人 才能够拥有 一个有福气的人 做事很低调 哪怕是自己发大财了 也不会暴露 他懂得 闷声发大财的道理 只有让财富掩藏起来 才可以和更多的人 肩并肩 在一起奋斗 比方说 一个千万富翁 在家乡建了新房子 但是一点都不豪华 而是和周边的民房一样 只有这样 村里人才会把他当成朋友 他才能汇聚更高的人气 木秀玉林 奉笔摧之 唯有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过着普通的生活 人生才有清洗 才有贵人相处 才能享福不尽 三 正直 子曰 人之生也直 往之生也幸而免 这里的往是无往 蒙笔之也 以为不正直 直是儒家的道德规范 直即直心常 意思是耿直 坦率 正直 正派 同虚为狡诈是对立的 只没有那么多坏心眼 只符合人的品德 与此相对 在社会生活中 也有一些不政治的人 他们也能生存 甚至活得更好 这只是他们侥幸地避免了灾祸 并不说明他们的不政治 有什么值得效法的 汉朝智士 寻巨博 千里迢迢去探望一个生病的朋友 刚好碰上 外族敌寇 攻打那座军城 朋友 就劝巨博离开 说 我马上就要死了 你还是离开这儿吧 巨博说 我远道而来看望你 您却要我离开 败坏道义来换得生存 这难道 是我寻巨博 做得出来的事情了 郡城陷落后 敌寇进了城 很奇怪 寻巨博还待在这里 就问他 我们大军 进城 整个郡城的人都跑光了 你是什么人 竟然还敢一个人留下来 巨博回答道 我的朋友生了病 我不忍心丢下他一个人 如果你们非要杀他 我愿意用我的命来递还 敌寇听后 内心大受震动 互相议论说 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 去侵入这个有道义的地方 于是 就扯军而回了 整个郡城也因此得以保全 活着 别靠侥幸 做个坦荡的人 有良心的人 是我们最该做的事 一个人的福相 是通过日积月累而承担 不是一天两天就得到了 比方说 读书的福相 需要在学校通过 十年寒窗苦读 还要进入社会之后 字字不倦求学 才能养成 一个人的善良 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就行 而是一辈子都做好事 甚至日行一善 自律的人才会严格要求 自己的每一天 什么事情能够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什么事情需要持续做 什么事情需要马上停止 这是一种自律 没有人来监督你 自律的人才能够事业有成 一个人的福相 始终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一个人吃了这顿 没有了下一顿的人 肯定没有福相 多饿得面黄鸡瘦了 有福相的人 一定会努力赚钱 虽然不能达到 腰缠万贯的报复 但一定是 一时无忧的富裕 好好赚钱 福气自来 富是福气的垫脚石 福是内心的感悟 一个人的福相 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类的 综合 需要一辈子的积累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